好,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讲这个题目 今天这个题目是一个关于BST这个二叉搜索数的问题 是一道EASY的题目,然后它是立扣第270题叫做Close's Binary Tree Value 那么这道题目呢在过去半年内有包括FB和亚马党家公司考察过 并且它这个相关的这个设计的话题是这个Binary Search和这个Tree的问题 好,那么就去看一下题目的意思吧 它说给一个非空的BST,然后再给你一个Tagget Value 然后让我们去找出这个BST里面最接近这个Tagget Value的这么一个值 然后它这边有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它给定的这个Tagget Value呢它是一个Floating Point 然后就是我们这边题目里写到它是个Double类型的 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 You are guaranteed to have only one unit value in the BST that is close to the target 也就是说只存在有一个数在这个BST里面 它是最接近这个Tagget Value 就不可能说有两个数最接近 比如说可能这颗数里面有1和2 然后它这个Tagget Value是2.5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具体它给我们的这个例子吧 它说有这么样一颗数是12345这样子 然后它给到的一个Tagget是3.714286 那我们现在先手动的去跑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会从4开始毫无疑问的 那么4开始之后呢 我们拿4去跟这个3.714286比较一下 然后我们发现说首先第一点就是 4是比它来的大的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要去比大小 然后呢 第二点呢就是它们的绝对值 然后发现4和3.C和这个Tagget 它这个绝对值是多少 大概是0.2级的样子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那既然说这个4是比这个Tagget要来的大 那么我们想去看说 会不会有这个比Tagget这个数来的小的数呢 然后我们再去找 就是比4小的数 然后从比4小的数里面去找更接近这个Tagget的数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去到了2 那去到2了之后 我们再拿2去跟3这个Tagget来比 那么发现这个时候呢 2又是比3 这个.714286来的小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他说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去找比2大 然后又比这个4小的数 那么我比2大 我肯定往2的右边去走 因为很自然 它是一个BST嘛 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大小关系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然后呢就找到了3 好,那这个时候3呢 就是跟3.714286比呢 它还是比3这个Tagget来的要小的 它suppose还是要往3的右指数去走 但是发现3的右边已经是个None了 所以呢,3就是我可以取到的比Tagget来的小的最大的那个数 也就是它的LowerBund 那4呢就是它的这个UpperBund 好,那我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其实我在模拟的整个过程中呢 我是想找两个数 这两个数它分别的特征是 一个是比这个Tagget来的小的最大的那个数 一个是比Tagget来的大的最小的那个数 大家再想一下我刚刚讲这句话的意思 什么叫做比Tagget来的小的最大的那个数 什么叫做比Tagget来的大的最小的那个数 我写一下 比Tagget大的 好,我把这个话先放在这边 然后一会儿大家可以再去回味一下 那好,这样子的话其实那思路就很清楚了 我就是找两个数 然后呢,我可以分别用两个号 function 去找到这两个数 UpBund和LowerBund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最后在这个主函数里面 去做一个比较 比较他这个比他大的最小值 和比他小的最大值 两个数 哪一个和这个Tagget绝对值更小 然后再去返回这个相对应的数就好了 好,那这个思路呢 其实跟我们做这个Binary Search 就是这个二分搜索是有一点点像的 只不过他这个结构是一个数的结构 那我们具体来把这个思路用代码去实现一下 好了 首先呢,就是我在这个主函数里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去扣两个HopFunction 一个是去找他的这个UpperBund 一个是去找他的LowerBund 好,那我注意他题目给我们的信息 它是一个NoEmpty的一个Binary Search 所以呢,我这个CornerCase就不需要去判断了 好,然后呢 我这边还是去拿到他这个LowerNode和Upload 好,然后呢 注意这边拿的时候 拿到这两个Node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判断 就是这两个Node有可能是空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 就直接返回另一个Node就好了 所以这边返回的是Int类型 所以要取它的值 然后如果说它的UpperNode是空 ReturnLowerNode 好,这样子 那然后呢 如果说这两个都不是空 那我就直接比绝对值 比绝对值的话 注意这边Target减去LowerNode 因为Target比这个LowerNode来的要大 我们这边就因为知道相对大小 就不用再去用这个MassMaps 这个方法来做了 就直接剪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边应该是UpperNode的Value 进去Target 好,然后呢 根据这个结果返回不同的条件 那如果说这个 满足这个LowerNode 离这个Target距离更远的话 我就返回这UpperNode 反之我返回这个LowerNode 好,那这个是主函数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去处理这个HalfFunction HalfFunction呢 一个是LowerBound 一个是这个UpperBound 对吧 那我先处理这个LowerBound 因为它返回的是这个Node 所以我这边Return了这个Target 然后我把这HalfFunction呢 做一个定义 定义就是它肯定要传进来root本身 并且还有这个Target也是需要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个DQ的出口 那如果它是Node的话 直接返回Node就好了 那如果说它这个Target是 小于等于这个Root的Value 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呢 Target是相对较小的那个 然后呢 这个Root的Value已经是 比Target来的要大 或者是等于Target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再往下走 去缩小这个距离 去看会不会有 比这个Root的值更小的 更接近Target的值 然后我们就是Return这个LowerBound 去往它左边靠 好 那这是一种情况 然后呢 那如果说它这个Root的Value 它是大于Target 也就是说它本是这个Root值 已经比Target来的要大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怎么办呢 就应该把这个Root 去找到它的右边 找到比当前这个Root更大的那个数 然后去看是不是更接近这个Target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去返回 Root 注意这边要确认一下 它是不是空 如果是空直接返回它的Root就好了 如果不是空 你就可以返回这个当前这个LowerNode 好 它就是根据这个Root的值和这个Target值的这个大小的比较 来判断这两种情况 那同理 我们对于这个UpperBound也是用相应的这个操作来实现 我把名字改一改就好 UpperBound OK 然后呢 UpperBound它这个DV的出口同样也是这个Node的情况 那另外呢 它这边这个处理起来呢 就刚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就比如说它这个Root点Value 它如果是小于这个Target的话 它就可以把它这个Root去往右边去挪动 这样呢就可以找到就是UpperBound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它这个Root的Value是大于Target的话 就说明它应该把这个Root再往左边去挪动 然后最后返回的结果就是UpperNode它是不是一个空 然后再去看是返回Root还是返回UpperNode这样子 好 好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去把主函数里面填一填 那这边LowerBound呢 我需要输的是RootTarget 同样的这个UpperBound也是 好 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再去跑一下这个TestCase 嗯 这个地方有一点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好 首先呢 主函数我们是扣了这两个Hub function 一个是LowerNode 一个是LowerBound 一个是UpperBound 然后呢 那我们去把这两个Node做了一个判断 那就是如果说这个LowerNode它是空 就返回UpperNode的值 那如果说UpperNode是空 就返回LowerNode的值 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两个都不是空的话 我就比较一下哪一个离这个Target更近 那近的那个呢 就返回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做了这个LowerNode的比较 和UpperNode比较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LowerBound的这个Function 它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它传进去的是Root 然后是Target 并且呢 它这个Root是等于空的 然后情况下呢 它就发为空 然后呢 最重要的其实是接下来的这些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说它给的这个目标数 就是Target 它是小于等于Root的Value的话 也就是Root 是比Target来大的 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去把Root往左边缩小 看看左边有没有 就是比Root更大的那个 比Root小 但是比Target大的数 好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在于说在这个Root的Value小于Target的情况下 那Root的Value如果小于Target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看有没有这个 比Target来的小 但是呢 又比这个Root来的要大的数 我们就去找这个Root的Write 那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存到LowerNode的这里去 好 然后呢 我们最后就Return的是LowerNode 它是不是空 如果它是空 就返回Root 如果不是呢 就返回LowerNode的本身 同样呢 我们这个也为UpperBound的写了一个DFS 那么HalfFunction Root和Target两个传入之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Root是不是为空的判断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Root 它这边 我刚刚没有调整 如果说它这个Target是 大于这个Root的Value的情况下呢 我就去去往Root的右边去找 那如果说Target是小于这个Root.Value的情况呢 我就去它的这个左边去找 然后呢 再返回 好 这样子呢 这个跑就跑过了 刚刚就是这边代码没有改好这个大小比较的一个过程 提交一下 提交一下 OK 好 那这道题呢 我们就做完了 诶 我们这边试一下 可不可以去判断Target大于等于这个Root的情况好不好 好 我们再跑一下 嗯 这边就出现了问题 好的 那这样子呢 我就把这个问题先留给大家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 我加了等于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报错的情况 为什么它 嗯 最后输出的是1 但是我们期待的是2 嗯 提醒 提示大家一下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BST的图 去跑一下这个过程 看一下这个Target大于Root的Value的时候和Target大于等于Root的Value的时候 这两种情况 在跑的时候 在走的时候 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好吧 嗯 另外说一下 我们这个 这道题的这个时空复杂度 那时间上来讲呢 其实它是一个oh的这么一个时间复杂度 因为这个h呢 就是这个数的高度 但是这个数的高度 它最优的话 可以拿到logn 然后如果最 the worst case 应该就是on n就是这个数的节点量 那么为什么这样考虑呢 因为这个虽然它是一个BST 但是我不能保证它是一个Balanced tree 也就是它可能不是一棵平衡的树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这棵树 可能就是一个链表一样的存在形式 所以呢 它是我说这边是oh的这么一个时间复杂度 那空间上来讲呢 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去开辟额外的空间 去储存那些东西 然后呢 它就是在做这个地规的时候 用到了这个这个空间上面的耗费 所以它这个空间上来讲就是一个oh的这么一个空间复杂度 好 那么接到题目呢 我们先讲到这边 然后大家可以再去自己去手动跑一下整个过程 看看它是怎么样去做每一次的判断的 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求lower bound的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root是大于等于target的情况下 我去不断的call这个function 但是在这个root等于 小于target的情况下呢 我只是把这个lower node去记录下来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为什么这里可以直接return 但是这里需要记录下的lower node 那同理的跟这个upbound的也有一个相对应的这么一个操作 为什么这里是直接return 而这边需要记录下来这个root tree node 好 那今天这道题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吧 但是这道题其实这个空间复杂度上面 我不是很吃的准 然后如果我讲错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给我留言指正 那我们先到这边 然后祝大家晚安 拜拜